贾大侠你在9号视频里讲大盘会迎来反攻行情 现在大盘确实进行了全面反攻 还会继续反攻吗 信给大家吃一口定心丸 反攻已经转化为反转 我在10月中旬讲的暖冬行情已经展开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今天的量还有点小 所以短期行情还会有反复 把握回调的买进机会才会上策 有人说这轮涨的是武力的权重骨 这种涨法散户很危险 你怎么看 首先啊 权重骨也是骨啊 没有人说要禁止散户买权重骨吧 跟随趋势把握热点 本来就是炒股的核心嘛 更何况啊 近期在权重骨拉抬指出的时候 很多体财股已经涨上天了 依我看啊 这类观点往往是才给自己的无能 寻找心灵的安慰吧 今天半导体疫情突起 是航空启动还是反弹 由于半导体的这个持续下跌啊 很多人呢 已经对这个板块失去了信心 我是在9月30号的短视频里面啊 强调看好半导体 在上周四晚间的课上呢 我也要重申半导体就打理好 要耐性持股 巧的是啊 八老爷三支路大居满入台积电 我师父又操起了一股 今天啊 很多半导体股 显然是猪笛吼的向上启动 这闻就好 好 好 谢谢大家